第六效果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道料理 叫做華雕雞 這道料理是我們一般 這道料理好像沒什麼好合 今天簡單哥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教各位 如何做花雕雞 其實它裡面的配料 就是一般你家庭裡面用得到的 重點是 我們今天的花雕雞 我們要做 一鍋 兩食 來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料理 來 以下請截圖 好 來 首先我們去買了三集 買一個 給推吧 我們需要醃它一下 來 首先我們下點 鹽巴 再來我們的醬油 再來我們的花雕酒 如果你沒有花雕酒 你也可以用燒心酒代替 我們加一點點花雕酒 這時候會比較淋去 讓它雞肉有花雕酒的味道 好 再來 加我們的白胡椒 吃個這個 不用太多 加一點風味而已 來 擺一手 我們稍微給它做醃製 把它均勻的抓一抓 抓抓抓抓 好 平均這樣 來 OK 你這雞肉醃好 你可以把它放差不多兩三分鐘 讓它吃味道 來 我們開火 下油 好 來 我們煎的時候 你盡量把它的皮面朝下 把它的雞肉的油 把它拔出來 把它香 好 來 現在來了鍋肉油 之後來幫我們的雞肉 好 來 等一下 給它煎一下 好香喔 好 來 這樣差不多 來 把我們的洋蔥 下去 再來 辣椒也很好用 再來 蒜頭 好 咻 好 咻 來 再來我們的 蔥皮 出去了 來 給它炒一下 來 給它炒一下 找到這洋蔥 蒜頭 齁 燙好 好 來 炒好香香 好 來 再來下我們的 醬油 來 再來我們的 豆瓣醬 來 來 炒一下 好 來 這樣子就好了 來 我們這一鍋齁 我們這一鍋齁 我們這一鍋 我們先起鍋 我們先起鍋 來 繼續接著 我們在放哪裡煞鍋 來 不用放油 來 我們直接給熱鍋 直接大火給它熱鍋 好 來 等我們的鍋子熱了齁 好 把我們的這一鍋齁 放過去我們的 散鍋 再來淋上我們的 花雕酒 好 來 稍微的給它 好 再來我們 蓋鍋 燜個大概 三分鐘左右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看它的肌肉有效 好 來 來 看一下 我們大火三分鐘 差不多啊 好 讓它的肌肉 熟到舊的 很棒 再把我們的蔥段 來 放中間 再來 把我們的芹菜 還有辣椒 讓它放在中間 這樣子 好 再來 一樣 我們蓋上我們的鍋蓋 來 然後 轉小火 來 我們再把我們的花雕酒 從我們的旁邊淋上一圈 來 再來 我們現在淋了之後 我們再馬上把它轉大火 門口大概一分鐘 我們的花雕酒就完成了 來 我們花雕酒 從上面淋上去的原因 由上往下淋了 就是它整鍋的 花雕酒 讓它的整個味道 香氣更濃郁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哇 好香喔 這個味道 來 我們今天就有說過 我們要做 一鍋 兩匙 來 所以啦 我們把我們的雞肉 我們先拿一鍋子起來 把我們的花雕酒 這個是拿來配飯的 好 我們先把它夾起來 夾到我們的飯裡面 好 這個可以配 這也很棒的 加我們的蔥段 再來 我們加了水 我們這裡有鹹茶可以配飯 再來 我們把我們的雞鍋 我們加水下去 煮再配合 來 我們加水 OK 好 來 水加完 再來 我們就去 你買你喜歡吃的火鍋料 或者是 你喜歡吃什麼 你買什麼 然後斟酪的放進去 來 我們放個餃子 再來我們的火鍋料 紅豆腐 來 葵菜放進去 來 豆皮 再放進去 小小的一個花雕雞火鍋就好 來 我們的金針菇 來 金針菇 來 金針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繼續開火 好 動作在煮火鍋 很簡單 好 然後蓋一蓋 大家稍微的燜一下 期待我們的火鍋 好 稍等一下 好 來 我們來看我們的火鍋 哇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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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這我們的花雕雞火鍋 好 來 我們把它斷上來 我們的一鍋兩隻花雕雞 來 這樣簡單的完成起來 簡單的美味試吃時間 來 你這樣啊 可以吃一點飯 還可以吃一點火鍋 一鍋兩隻的花雕雞 來 我們首先 吃一下我們的 有兩個入味 雞蛋 非常酷的火鍋 一鍋兩隻火鍋 真的很難啊 中午吃飽了 看到這鍋整個咬起來 它是味道超好吃的 好吃 再加一點湯 加一點菜 來 那我都沒講話了 其實它整個味道非常的對 那個花雕酒的味道加上炒香 整碗很香的很中的 我們這個鍋兩隻花雕雞 完成 來 簡單哥下廚隨興不含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到我們的Youtube 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更要記得到簡單哥的粉絲專頁 按讚追蹤搶先看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簡單過的料理 麻煩可以視訊粉絲團 或者是在我們的下方留言 或者是對這道菜有什麼不理解的 歡迎通通在下面留言 我是簡單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